深夜浅读 老伴每月的养老金也有两千元 加上我的足以维持我们的日常开销 我们决定要学着别人一样 去旅游 参加老年活动 享受晚年的美好时光 走出家门 去见识这个美丽的世界 正当我们沉浸在对未来的规划时 儿子儿媳提了香奶 笑盈盈地朝我们走了过来 儿子笑着说 爸 我有事想找你帮忙 最近我公司效益不好 工资只能拿个底薪 每月到手才四千多 还完房贷 都没法生活了 儿媳一脸委屈地说 是啊 两个孙子都得上兴趣班 周六还得去补习 为了不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 我每月工资都不够开销的 连个买菜钱都没了 无论如何 您都得帮帮我们 我看了眼儿子儿媳两人假惺惺的模样 心里一肚子气 平时两人就很少来看看我们 今天是看到我退休了有钱了才来 本想着拒绝 没曾想老伴突然说 我和你爸过日子节省 每个月也不了多少钱 如果你们有困难 就先拿去用吧 老伴听到儿子儿媳的困难后 心疼不已 他想到每月转账麻烦 就让我直接把工资卡交给儿子 在老伴的威逼利诱下 我心不甘情不愿地交给了 还没五热户的工资卡 儿子儿媳 高高兴兴地 一口一个爸妈叫得可甜了 饭都没吃就走了 我心里有些难过 便责怪老伴自作主张 我说 你几天这腿的老毛病又犯了 每月吃药前 就要花费不少 你说说 你为啥要心软 怎么就不想想 咱俩以后呢 老伴叹了口气说 你说咋办 他们有困难要是不帮 这心里也说不过去 人活一世 都是为了儿孙更好 给他了 这耳朵也清静 省得老是惦记着你的退休金 我这腿也还行成瘦 不打紧的 就这样 我们就靠着老伴的两千块钱生活 除去老伴吃药的钱 这日子过得紧巴巴 出去买菜都是买些便宜的 连肉也不舍得买 日子都成问题了 基本上旅游无望了 走投无路之下 我又开始了找工作 去了很多地方 都嫌我年龄大 后来又跑去工地当小工 每天二百块钱 但是相当累 这身体也吃不消 没干多久就回家了 刚好有一个熟人 知道我在找工作 就给我介绍了一份保安工作 在一家宾馆上班 白天不用去 就晚上去看着就行 有客人入住 就帮忙搬下行李 到了凌晨两点以后 就能迷惠了 累倒是不累 就是有些捆人 每月两千块钱 只有我们这些老年人适合 年轻人是熬不住的 我想着平时瞌睡也少 去那里也是闲着 还能有份收入 加上身体也硬朗 就答应了 每晚八点上班 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下班 刚开始还挺有新鲜感 走走看看 和司机前台吹吹牛 有客人入住 就帮忙提下行李 没人时就坐在沙发上 玩会手机 日子也过得去 但是时间长了 我就感觉到枯燥乏味了 有时一晚上都不能睡会 宾馆里面总会有人 出出静静 刚睡着就吵醒了 再睡就睡不着 这黑白颠倒的日子 也不好过 同龄人都在公园玩时 我在家呼呼大睡 别人睡觉 我又去上班了 为了这区区两千块钱 在这苦熬时间 但是想到能为儿子减轻负担 能让老伴不用再吃烂蔬果 这心里便坦然了 想着也不是体力活 能干一天就干一天吧 有时坐在那里发呆时 会想起我这儿子小的时候 当初老伴身体原因 直到三十四岁才生下他 老伴从小就宠着他 扫把倒了都不带福一下的 我们省吃俭用 供他读完大学 到结婚生子 几乎花光所有积蓄 也没换来他一句感恩 长这么大 从来没向我们表示一下心意 有一次出去 天很热 他就给自己买水 也没想着给我买一瓶水 有了工资后 也没想着带我们去哪里 吃点好吃地犒劳我们 也没给老伴送过一件礼物 哪怕是一条围巾也行啊 更别指望他能带我们出去转转了 不过一家三口出去吃饭 旅游的次数倒不少 他们总是在重要的日子和周末 以及自己懒得动手时 前来光顾我们的餐桌 他们或者懒散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或者不停地玩手机 等到饭菜烹制好了 就过来享用 吃完饭后 连收拾碗筷的念头都没有 更不会帮忙打扫清洁 每次他们的到来 都让我和我的老伴 累得筋疲力尽 说实话 尽管我和我和老伴感到疲惫 但我们仍然心甘情愿 我们享受着祖孙三代相聚的时光 感受着美好的亲情与家庭之乐 这些辛苦也值得 但我们也明白 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不同 我们不需要刻意凑在一起 他们有着自己的小家庭 可以去酒楼品尝美食 到外地旅行 只要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 能够快乐地生活 那就足够了 转眼间就到了五一 在宾馆已经干了五个月了 平时也没有节假日 那天我照常去上班 泡了杯茶 帮着客人提完行李后 我坐在沙发上 看起了手机刷朋友圈 成了我唯一的娱乐方式 我每天都会看看 以前那些老朋友都在干嘛 有什么好玩的事 或者有什么美丽的风景 既能打发时间 也能增长见识 我无意中看到 庆家公发的朋友圈 是儿子和搭着庆家公的肩膀 看似气热无比 配得文案是 感谢暖心女婿 请我们来酒寨沟旅游 不是亲生胜死亲生 还有一张照片 是儿子陷在中间 一手搂着庆家母 一手搭着庆家公 三个人笑容满面 坐在一家火锅店吃着火锅 配得文案是 感谢女婿 请我们吃火锅 我的心被深深戳痛了 自始自终 我从来没体会到 这样的待遇 养大的儿子 从没跟我如此亲密过 除了索取外 几乎不找我的 原本以为 他只会去周边玩玩 没想到 带着庆家公 庆家母跑这么远 去了千里之外的四川 儿子孝敬老丈人 无可厚非 可他不应该口口声声 跟我哭穷 让我在这上夜班 当保安了 这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的 我知道 庆家母就这一个女儿 家庭条件也比我们好 儿子平时也听媳妇的话 他们和睦相处没错 可他们不应该 拿走我的工资卡 去享受生活 我和老伴辛辛苦苦 又有谁能体会呢 我们对待儿子一家 是无私的 倾尽了所有 但我们却没有得到 他的热心化和暖心的举动 这让我们感到悲伤 在我们的心中 仿佛出现了两幅 截然不同的画面 一幅是庆家欢乐的 油酒摘沟 品尝着美味的火锅 而另一幅 则是我在夜班中当保安 时刻想着如何减轻 他的经济压力 这两幅画面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让我们感到无尽的伤感和悲凉 我这心里烦闷 出去抽了根烟后 就做了一个决定 当时就跟老板提出了辞职 然后又跟儿子发了信息 我们年龄大了 身体也不好了 不想再打工了 明天你自觉把我工资卡送过来 我不再贴补你们家用了 我也想出去走走看看 和你妈妈度过最后的时光 儿子收到信息后 立马就给我打了电话 我挂断了 他又跟我打信息 问怎么回事 我直接对他 你还好意思问 口口声声跟我哭穷 拿着我的工资卡去游玩 你怎么不想想我们的感受呢 以后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别再想着我给你贴补了 实在没钱你可以去跑代价 儿媳可以去做护工 只要能吃苦 还怕没钱花吗 儿子发信息解释了一大堆 我也没心情去看 我心意已决 解释再多也没用 回家后 我和老伴说了此事 老伴还怪我不能和儿子闹得太僵 毕竟以后养老还指望他的 我说如果儿子因为一张工资卡而疏远我们 那么这样的儿子不要也罢 将来也指望不上 我想开了 人生如此短暂 岁月如缩 我们的时光所剩无几 在我们身体上健壮之际 何不出门旅行 走遍天涯海角 充实我们余下的岁月 至于儿子 他已经结婚成家 成为了一个孩子的父亲 他必须学会自己独立 面对生活的压力和挑战 才能成为一个坚毅而强大的男人 支撑起自己的家庭 虽然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 但他的成长和发展仍然需要他自己去完成 如果父母一味地溺爱和纵容孩子 只会让他变得软弱无力 无法承受生活的重压 因此 作为父母 我们应该为他提供支持和指导 但也要让他自己去探索人生的道路 这样 他才能在未来的岁月中 成为一个独立自强的人 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我上高三的时候 老家闹了百年难一遇的冰雹 家里的庄稼全被砸烂 在家务农的爸妈手足无措 只能看着自己的心血毁于一旦 这一次的天灾 让爸爸一夜之间愁白了头 村里给了一些补助 但这只够当时家中的日常开销 爸爸坚持要让两个女儿都继续上学 但妈妈觉得 我上的是普高 将来考上好大学的几率也低 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 他俩因为这件事争吵了不下十次 妹妹在一旁抱怨 都怪姐姐要读书 要不爸妈才不至于吵这么凶呢 最后 在爸爸的咬牙坚持下 我还是继续读着高中 高考前一天 我走了几里地 到学校外的一个公用电话亭 给妈妈打电话 妈 我明天高考 林院 我听村里人说了 你们那所高中 每年就只有百分之十的人 能上大学 你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 供你妹妹上学 为什么 而且就算你考上了又怎么样 你那些叔叔姨姨的孩子 都是考上了本意才能读 你当初中考 连一中都没有考上 更别说高考了 妈妈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深深刺痛了我的神经 她说的没错 我当年没有考上重点高中 但她好像忘了 我是为什么没有考上得了 中考那年 我少考了一门妇科 当时妹妹肚子疼得厉害 爸妈又都在地里做事 我将妹妹送往医院以后 已经错过了那门科的考试 之后 我知道妹妹那天的肚子疼 并不是偶然 我以为这次 也许妈妈会鼓励我 好好加油 所以 即使电话亭离学校不进 即使电话卡不便宜 我也想给她打一个电话 高中全季的生活让我尤其想家 家里根本没有钱供你上大学 你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供你妹 你那些亲戚家的孩子都是这样的 我知道了 六月的天 我却感到一丝凉意 妈妈的话犹如一盆凉水浇在我的头上 说完这些 她突然小声地对我说 而且 你爸为了多赚点 找了个抗料的工作 腿被砸了 你爸说等你高考完再告诉你 既然你打电话过来 我就直接告诉你了 林渊 你也该懂事 我们家这情况 你还好意思坚持参加高考 妈的声音在我的脑海中回荡 我辍学了 在高考前一天 后来 我直接出去打工了 妹妹从初中开始的生活费 还有学费 都是我给 那年她中考失利 满分六百五十分的卷子 只考了两百多分 饭桌上 她哭得昏天黑地 爸妈都在安慰她 我却忍不住破口大骂 你两百多分怎么考的 中考前不是一直向我们保证 说自己至少能上个二中 初中这几年 她的成绩一直不错 模拟考也都在五百五十以上 我给家里打了不少钱 让爸妈一定要注意 给她补充营养 姐 我是失误了 我前几次模拟考 都起码能上二中的 失误了几百分是吧 前几次模拟全是作弊是吧 中考没得超了是吧 我恨铁不成钢 抓起一根棍子 就想往她身上抽 她的成绩当我看过 就连语文都只考了五十分 其他科的成绩 更是惨不忍睹 她对外宣称 自己失误了 乡里淋里的 都很同情她的遭遇 但我知道 平常但凡有读一点书 也不至于考出这个分数 二百多分 你连最烂的功力高中 都上不了 林苑 你妹这不是知错了 私立学校能上吧 她这个分数 妈妈拦住我 私立 我们家出得起学费吗 我们家这几年生活条件 不是好转了点吗 再加上你的工资 应该够 妹妹的眼里突然放光 停止了哭泣 这时 我终于知道 她又不想努力念书 又想要文凭 以我们家的情况 如果供妹妹上私立 家里其他人的生活 就会很难过 不行 我不可能供她上私立的 要么她复读 要么就别读 真的想读书的话 会考这么点分吗 林苑你怎么回事 你又不是不知道 复读的话 又得浪费一年时间 而且万一你妹考试的时候 又紧张考杂了怎么办 妈妈怪罪的语气传来 似乎是在指责我 不为妹妹考虑 如果真心想读 再怎么紧张考杂 也不会只考二百多分 我的语气很强硬 私立一年大几万的学费 如果没有我 纯靠爸妈也出不起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了 但我没想到 两个月后 妹妹竟然去私立学校报到了 她在朋友圈发了一张自拍 配文 新的旅程 出发 新的行李箱 在阳光下泛光 在我看来尤其刺眼 原来 爸妈把家里的地卖了 给她付了学费 那所私立学校 离我工作的地方不算远 妈妈打电话过来 让我平常有事没事 多照顾照顾妹妹 妹妹一个人 在离家那么远的私立读书 她不放心 我如梗在喉 气得手抖 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 她不放心妹妹 可在我读高中的时候 却为了省电话费 让我别打电话回家 妹妹上了私立之后 我的压力就更大了 爸妈把地卖了之后之后 无异于全年颗粒无收 爸只能做做兼职 勉强过活 妹妹的生活费 还没解决 于是我要补贴的家用 就更多了 说是他们负担妹妹的学费 但这个担子是我在挑 我更加努力工作 恨不得一毛钱都掰成几半花 没过多久 妹妹的电话就来了 这是她上了高中之后 第一次联系我 姐 她支支吾吾 怎么了 爸妈给的生活费不够用 我的同学他们 一个月的生活费都好几千 我才一千 连吃饭都不够 你能不能给我点 我从她口中 听出浓浓的抱怨 但她不知道 现在家里的这个情况 能给她每个月一千的生活费 已经是极限了 你知道我当初生活费多少吗 一个月八十 这不是时代不同了吗 姐 你当初的八十 等于我们现在的八百 她语气轻快 满不在乎 我只比你大六岁 不是六十岁 我心一沉 可是我同学 他们家里都给很多呀 我读书也很累呀 没钱吃饭我怎么读书 而且爸妈 给我出了那么多学费 我也不好意思 再找爸妈要了 私立学费这么贵 里面的学生 当然大部分都挺有钱 我们怎么加笔 姐 你听说过吗 很多女学生啊 就是没钱花 之后没办法 只能见走偏锋 做一些缺德事 你威胁我 姐姐 妈妈说了 我有困难就可以找你的 而且你以前初中的时候 还会帮我交学费 现在都没让你交学费了 要不你把你该出的那份 直接给我吧 难道你连妈的话也不听 她拿妈妈压我 殊不知我已经尽我最大能力 给家里补贴 什么叫我该出的 姐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 你还真打算不管我 我挂了妹妹的电话 但还是给她打了一些钱过去 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这只是开端 她时常联系我 要么就是和我说 周围的同学 如何花钱如流水 要么就是和我说 钱不够用了 她高二十 和室友相处不愉快 要从学校 搬来我租的房子里 她跟妈妈说 如果住外面 一年可以省下 好几千的住宿费 反正姐姐都要租房子 一个人住是住 两个人住也是住 而且我室友都很有钱 姐姐也不愿意多给我点 我格格不入 不想待宿舍了 老师说了 只要家长签字说明一下 就可以申请退宿了 妈妈听说能省下好几千 又听说妹妹在学校受了委屈 果然松口了 确实 而且你姐姐也可以监督你学习 而且妈妈也可以 把省下来的那几千块 拿一部分给我做生活费 妹妹很开心 全程没有人问过我的意见 我得知消息的时候 妹妹的书和行李 都已经放在了 我狭小的出租屋里 她沉重的行李箱里 摆满着瓶瓶罐罐 怪不得说生活费不够 原来全部拿来买化妆品 我气不打一出来 指着那些东西问她 这就是你说的生活费不够是吧 姐 这有什么的 我已经很省了 我那些同学都是用大牌 后来我才知道 每次她不够钱花 就用冷战逼迫妈妈给她钱 妈将钱给她后 和爸更加紧巴巴地过日子 得知消息后 我将还在梳妆台上涂抹的她拽起 直接把她的行李丢到了门外 她哭着向我保证之后 不会再犯 我当时竟还抱着 妄昧成凤的心理 对她寄予厚望 我以为只要她现在开始好好努力 也许真的能上一个比较好的本科 再不计也会比我这个姐姐强点 直到高考出成绩那天 她再次考试失利 她歇斯底里的哭喊 都是你们 都怪你们要让我上私利 你们明明知道私利学校诱惑多 而且学风不好 还让我去私利 要是我当年复读 我一定能考上好大学的 这一次 她甚至比中考失利那年 哭得更大声 我惊觉 我喂不饱她 这一次 妈妈开始劝她复读 林双啊 你这次就试试复读吧 再考一次 肯定有希望上大学的 复读的学校 我和你姐会给你找的 我的心一阵抽疼 复读 当初就连正常高考 对于我来说 都是一种奢望 妈妈抱着哭得发抖的妹妹 安慰她 妈 我不可能复读的呀 我都说了 我有考试综合征的 我只要一考试 就紧张啊 而且也是你们 一定要让我上私利的 这么多钱打了水漂 我不甘心 我忍无可忍 破口大骂 林双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你不甘心 读私利让你受委屈了 是谁当初哭着喊着不复读的 你有什么资格骂我 你尽到一个做姐姐的责任了吗 人家的姐姐还会辅导妹妹功课 你呢 让你监督我学习 你都不愿意 你赚那么几个钱了不起了 而且我读私利也没用你多少钱吧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你自己不也没上大学 没用我多少钱 你以为爸妈把庄稼的收成都给你读书了之后 是怎么生活的 何西北风 这个家最没有资格跟我叫板的就是你 我难掩怒气 你不想复读就去打工 我怎么可能去打工 你以为我像你一样 我又不是没学上 妹妹委屈地说着 去哪儿上 妈妈问她 我们班有好多同学考得还不如我好啊 他们都准备出去留学了 而且也是本科的毕业证 说不定到时候还可以考一个研究生什么的 她瞬间停止了哭泣 双眼期待的望向妈妈 你的意思 你也想留学 林双 你知不知道留学要花多少钱啊 我问她 要把她送出去读本科 没个大几十万 根本下不来 我知道 但是姐你工作了这么多年 不至于没点积蓄吧 我又不去学费很贵的地方 你当初就没上大学 难道你也想让我不你后尘吗 林双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怪罪 哈哈积蓄 你觉得我供完你上私利 那还有什么积蓄 这我不管 而且凭什么我那些同学就可以去留学 我就不可以 她顿了顿 又继续说 而且 姐 当初私利就没让你出学费 留学的费用也该你出了 我将来赚了钱 肯定会还你 妈妈听到她说还这个字眼 连忙出来打断了我们的对话 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 什么还不还的 你姐姐怎么可能不管你 我的心一点一点凉下来 妈 为什么 为什么大的就一定要无条件帮小的 妈你很讨厌我吗 妈被我问得一愣 旁边的妹妹开口 这都是你该给的呀 要不是你当初要读高中 爸肯定有钱给菜地装大棚 那我们家还不至于那么惨呢 我当初读小学 可用不了几个学费 你读高中一学期 要一两千呢 我一愣 自嘲地笑了笑 哈哈 一两千 这是舅妈偏心的理由吗 真不值钱呢 这么多年 我还得还不够多吗 姐 我们也不要多 就把我留学的钱出了就好 等我大学毕业了 有海归的名号 还怕赚不到这点留学费用吗 林霜话音刚落 妈妈也在旁复合 我看着一唱一和的母女俩 心渐渐凉了下来 这是最后一次了 从此之后 你和妈的事 我不会再管了 我将身上剩的所有钱 都打给了林霜 这是我这么多年所有的积蓄 也是我安全感的来源 这笔钱 斩断了我和妈妈妹妹的所有情谊 没过多久 林霜就如愿出国留学了 她像那些富家子弟一样 前往陌生国度进修 拿着我的钱 过着我不敢奢望的生活 我原本的工作 再也支持不了生活的重担 于是我接受了张总给的职位 和张总认识是在一个酒局 原老板向他介绍 我不要命的工作态度 他塞给我他的明片 告诉我过段时间一定会用到 我看着这张明片 心中升起一股不安感 但这份工作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工资比原来的工作翻了个翻 性质比较特别 需要英文熟练 我英语底子不差 再加上这几年没有停止学习 所以在恶补了几个月英文之后 我就顺利上岗 很巧的是 张总的女儿也和林霜 在同一所学校 那个家我很少再回 林霜在国外的生活费高昂 听说爸打了好几份工 才勉强支撑起林霜的生活 后来听说林霜谈了一个国外的男朋友 那个男的不仅是高富帅 而且对我爸妈也不错 彬彬有礼 其他邻居都说林霜有出息 不过又过了没多久 林霜就出事了 这次是爸联系我 我见到爸的时候 爸的头发肉眼可见的白了 他枯瘦的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女儿 这次你一定要救救你妹 爸很少向我求助 这一次这么着急 一定是林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了 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 你妹那个男朋友 原来是个国际诈骗犯 他现在要我们家给他五十万 要么他就不放人了 爸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想他死也想不到 自己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 竟然会生死未卜 我和你妈妈 东天西凑 凑了二十万 还有剩下的三十万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 我知道我们不该再找你要钱了 但是爸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林霜再怎么不懂事 也是我们家的一份子 我看着爸的脸 我知道这二十万是爸妈的极限了 但我也没多少钱了 看我有些犹豫 爸竟然亮呛啄想要向我下跪 我连忙阻止他 在他面前联系了所有能联系的朋友 还向银行借了些 我向张总说明情况后 预知了三个月的工资 最后终于凑够了赎金 那天张总似乎是密到了知音一般 原来他的女儿也曾被骗 林霜回来的那天 爸妈将我叫回家 吃了个团圆饭 她看到我 说了句谢谢 这是她第一次对我说谢谢 也许经过这件事之后 林霜就会懂事了 我们家会过得越来越好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 让我意识到我早就不应该对林霜抱有期望 那天的团圆饭吃到很晚 我没有回出租屋 而是和林霜一起睡在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房间 夜里她用英文和一个男的通话 她不知道我能听懂她在说什么 于是口无遮拦 五十万已经到手了 他们没钱了 我姐现在一屁股债 这五十万还不够我们生活 亲爱的 你不是有人脉吗 我姐长得可比我好看 肯定值不少钱 而且她很健康 啊 我上大学之后 她就没给过我一分钱 也该还我了 她凭什么不养家 连大学都考不上的废物 我的心瞬间一凉 原来这一切都是骗局 她把我们所有的钱骗走不算 还要榨干我身上最后一点价值 积攒在我内心多年的怨气 在此刻一并爆发 现在竟然连我自由生活的权利都要剥夺吗 如果是这样 我会让你把从我身上得到的所有都吐出来 她很快打完电话 我俩躺在床上 她对我说 姐姐 你知道双生花吗 双生花一地双花 同时开放 一朵必须不断吸取另一朵的精魂 否则两朵都会败落 因此 其中一朵必须湮灭 以换取另一朵的生存 什么意思 夜色中 我看不到她的表情 姐姐 没文化真可怕 我都跟你说这么清楚了 还听不懂吗 我可不想 我们俩都过得一般般呢 她冷笑了声 听不懂挺好的 我也没指望你能听懂 我当然听得懂 但这次 湮灭的会也许会是你 妹妹 第二天一早 林双就开心地跟我说 要帮我实现我未实现的梦想 姐姐 有一个好消息 我们那所学校可以申请留学 而且家属的话 费用是减半的 减半的话 我就可以替姐姐你出了 林双的语气轻快 丝毫没有意识到她此刻的谎言 有多么的拙劣 还家属留学 她真以为我像爸妈一样好骗 姐姐 你怎么不说话 你放心 这次我不会让你出钱了 也让我来替你买一次单吧 妈看上去很欣慰 爸看上去很担心 看着妈那张欣慰的脸 我竟然有一种 妈不再偏心的错觉 林双再三跟他们保证 当初只是自己瞎了眼 才会被骗 这一次说什么 也不会再上当 爸看着信誓旦旦的林双 这才放下心来 好啊 我轻轻一笑 难得妹妹这么懂事 但是我的工作怎么办 爸妈现在老了 而且前段时间为了救你 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 我还欠了不少 留学的事以后再说吧 可姐姐 这个是有实现的 我这学期开学前就要递交申请 爸妈的生活费我会给的 我现在兼职做翻译 也能赚一些 可我还是不放心 毕竟你以前那么不懂事 而且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 是靠我 我故作犹豫 姐 你就放心吧 大不了我先把爸妈 这两年的生活费打给他们 你总该放心了吧 林双的语气急迫 似乎迫不及待地想要卖了我 不行啊 靠你一个人养家 怎么行呢 姐姐当初不也是这样过来的吗 我享受了那么多年 也该我为家里付出了 我想替姐姐弥补 没有读大学的遗憾 林双声泪俱下 似乎真的在心疼前几年的我 如果我没有听到昨晚她的通话 说不定真会相信 我还是不太放心家里 你刚说要把生活费先打给爸妈 是现在就打吗 是 如果姐姐不放心的话 我现在就给爸妈打钱 我确实不太放心啊 而且妈她那么宠你 你只要随便哭哭惨 爸妈不就又把钱给你了吗 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我都说了是给爸妈的生活费 我怎么可能还会去找爸妈要回来 林双的语气中带着被识破的恼怒 这我怎么知道 毕竟你荒唐了那么多次 我真的很难相信你 我顿了顿 除非你把钱打给我 我每个月会给爸妈 林双冷笑了声 既然你不相信我 那就先打给你吧 平常 想要从他手上拿到一分钱 都难于登天 看来这一次 他为了拉我下水 真是下了血本了 他给我打了五万 说是他兼职所有的积蓄 但这五万 只是开始而已 我将计划告诉张总 说要把主谋绳之以法 顺便还能替他女儿报仇 不过需要他为我提供一些文件 张总的脸色微微变化 但几乎是秒答应了帮我 提起那个男人 张总咬牙切齿地说 这次说什么 也要帮女儿出一口恶气 他气愤的样子令我动容 但我也疑惑 以张总的能力 为什么之前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替女儿报仇 接下来 林霜像模像样地替我办着那些 出国留学需要准备的手续 姐 你就放心吧 你只要带着人就好 其他的我都会帮你准备好的 到时候到了外面 我们还可以一起住 她满眼未来地 跟我勾勒着留学生活蓝图 我只愈发觉得她可怕 公司拒绝了我的辞职申请 我淡淡地说着 那怎么办 林霜惊呼 似乎是意识到自己的反应太过于激烈 忙捂住嘴 看来老天不让我读大学了 此刻我看上去一定很失落 看来要辜负妹妹的好心了 我还是把那五万块退给你吧 你好好替我感受大学生活也是一样的 姐姐 一定有解决的办法的 林霜握着我的手 确实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我故作为难 支支吾吾的半天 憋不出一个字来 姐姐 没事 你说吧 有什么困难 我们俩姐妹都可以解决的 就是我现在这个工作 有一点特殊啊 员工都是经过培训之后 才能上岗的 而且 这培训是公司花的钱 如果突然提出要离职的话 我是要赔偿给公司 这笔培训所花费的费用的 姐姐 你不能跟公司请假吗 长假 你们公司也太坑了吧 哪有这么长时间的假期给我请 而且这个培训的赔偿金 我也赔不起的 当初培训花了小半年 还跟着公司去了很多地方 我哪料到我有机会出国留学 你一个大学都没读过的人 花这么多钱培训做什么 做个简单的工作 哪还有这么多麻烦事 林霜不自觉地吐出这几个字 我的表情陡然一变 她似乎是意识到自己好像说错话了 于是开始找步 那姐姐 这笔赔偿金大概是多少啊 我看看我能不能找我同学借一点 帮你出了 妹妹 你怎么这么好 看来你真的变懂事了 不多 二十万 我怕她不信 将提早拟定好的合同 拿给林霜看 还将电子版的合同 发给了她 什么 二十万 姐姐 那我现在先给我的同学 打个电话 她转身 又给那个男的 打了一通电话 我姐姐她公司不放人 说要把她入职前的培训费用 交齐了采访 大概二十万 要不我们先给她吧 反正她们上次不是凑了五十万给我们吗 而且将来她肯定不只值这个家 亲爱的 快把她这件事解决吧 我真的不想再待在这个家了 我实在受不了这么穷的家了 还有我姐姐 林渊 她当初为了留学的费用 竟然要跟我还有妈妈断绝关系 我真恨不得她被千刀万挂 她这种人凭什么有自己的生活呢 亲爱的 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是真的对我好 我气笑 爸妈拿一年的收成 给她付学费 不算对她好 我用所有的积蓄 送她出国留学 不算对她好 这个男的甜言蜜语两句 就算对她好 电话那头的男的似乎是犹豫了很久 最终林双把电子版合同传给她 她才决定将这二十万给林双 很快 我就收到了林双给我打来的二十万 看着账户里的金额 我忍不住发怒 林双会轻易相信我挺正常的 毕竟她从小不学无数 思考问题一根筋 但这个男人怎么就这么轻易地 把二十万打了过来呢 姐姐 我同学借给我了 我转给你了 你看看今天就去交了吧 我这边的手续也差不多要办完了 来不及深思 林双就兴高采烈地跟我说着这个好消息 可是我还没把我学籍材料什么的给你 你怎么帮我办完的手续 林双一愣 似乎是没有想到我会突然问她这个问题 在她眼里 我应该是什么都不懂的才对 她不知道 我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 跟爸妈那样 一辈子脸朝黄土 被朝天的认知 是不同的 啊 我们学校不需要这些的 只要有我给你做担保就行了 毕竟这种的比较特殊 特殊 也就是说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留学了 姐姐 差不多的 我是你亲妹妹 再怎么样我也不可能害你的 你还不相信我吗 二十万我都转给你了 你还怕我把你卖了不成 好吧 可是 我面露难色 可是什么 你和我一起去 不用有后顾之忧的 姐姐 一切我都会帮你处理好的 你跟我一起 我是不可能让你吃亏的 我很犹豫 林霜似乎慢慢被我磨没了耐心 她开始有些不耐烦 姐姐 我会教你的 你真的不用担心 船票是过两天的 到时候你 跟着我就行了 船票 为什么不是机票 我想坐飞机 我长这么大 还没坐过飞机呢 没办法姐姐 后天没票了 这次先凑合凑合吧 下次回来 一定给你买 后天真的没票了吗 我看着手机里 琳琅满目的 购票界面 是阿姐 我也想买机票 但这不是没办法的吗 我表示理解 看到我终于相信了 她的说辞之后 她松了口气 她不知道 刚刚每一次质疑与犹豫 都是我给她的机会 如果她中途 幡然醒悟 也许我就会停手 我没和林霜说过 张总的女儿 也差点被骗的这件事 当初林霜 带那个男人 回过一次家 妈曾炫耀一般地 拍过一张林霜 和那个男人的照片 发到了七大姑八 大姨的群里 我保存了下来 当时照片一发出 那个群诈开了锅 七大姑八大姨 纷纷羡慕我妈 有一个这么仪表 堂堂女婿 这给妈赚足了面子 我特地给张总 看了这张照片 张总一看照片 就确定 这人就是当初 骗他女儿的惯犯 这个人经常变换身份 出入不同的场合 利用自己俊逸的脸 和富二代的身份 骗了不少人 至于我为什么会确定 张总的女儿 也是被这个人骗的 那就要感谢林霜了 林霜曾因为张总的女儿 跟那个男人 吵过一架 他以为我不懂英文 打电话经常口无遮拦 张总女儿的名字 我挺熟悉的 小姑娘偶尔会来公司送东西 至于那二十万的 培训费用合同 也是张总联系人拟定的 所以才能够以假乱真 骗过那个男人 他要吐出来的钱 只会像滚雪球一样 越来越多 我在这几天之内 给过他很多次机会 每一次都被他完美错过 他着急把我 往火坑里推的神情 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 张总很快就会抛出 第二份 有关培训费用的合同 而这一次是三十万 林霜给那个男的 打电话的时候 我显然感受到了 男人的暴躁 其实他完全可以 带着已经拿到的钱 远走高飞 可惜他实在是太叹了 这气就理所当然地 撒在了林霜的身上 林霜哪里受过这委屈 他哭哭啼啼地抱着我 还说一定要帮我实现梦想 我笑了 这时候都不忘利用自己的眼泪 那天他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说他不想骗我了 也不想再帮我交培训金 他问那个男的 能不能直接把我抓走 但男人拒绝了 他说他没有用过那种手段 最终他将三十万打了过来 林霜也将船票交到我的手上 我告诉张总 已经将钱拿了回来 告诉张总 那搜船所在的地点 以及我上船的时间 并反复叮嘱张总 一定要记得联系警方 告诉警方正确的时间和地点 林霜兴高采烈地拉着我 往那艘船的方向走 我静静地看着他 他的眼里难言喜悦 我的傻妹妹 你以为你把我拉下水 那个男的会放过你吗 我停下脚步 然后很认真地对他说 妹妹 他转过头 怎么了 姐姐 真的一定要去吗 我的语速很缓慢 这应该是林霜第一次参与这件事吧 如果现在回头 说不定也来得及 但他似乎被喜悦冲昏了头 当然了 姐姐 你马上就可以实现 你多年以来的梦想了 他紧紧拉着我 妹妹 不可能了 我正脱开他的手 下一秒 一个文质彬彬的男人 站在我身后 是那个诈骗犯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说 什么不可能 你联系的警方 可能来不了了呢 林霜怨毒地瞪了我一眼 然后站在男人的身边 果然 到了这种时候 还是觉得他好啊 林怨 你要大失所望了 你真是太相信张总了 你碰了我的蛋糕 我不会放过你的 男人礼貌地向我鞠了一躬 然后告诉了我他的真实名字 张义 原来他就是张总女儿口中 张总的那个私生子啊 你的英文确实挺好的 可惜了 不知这张嘴还有没有机会 再说出流利的英文 张义向我伸出手 你想自己上船 还是要我叫人送你呢 亲爱的 别跟他废话这么多了 就他这样的 竟然还想着算计我 还好亲爱的你聪明 要不我们还真给他摆了一道 不过亲爱的 下次你可不能连我都瞒啊 林霜挽着张义的手臂 趾高气昂地看着我 挑衅的眼神让我好熟悉 我中考送他去医院的那天 好像也在他脸上见过 我猜你的人送不起我 张义 我冲他微微一笑 然后回居了一个宫 不过你说错了 我可没有你想象中的 那么相信张总 死到临头 还嘴硬吗 张义望着我 不过我很好奇 你们为什么要编织一个 这么大的网 来困住我这条小鱼呢 你妹妹送来的肉 岂有不吃的道理 而且 你的价值 可比你想象的高 胃口这么大 也该被称死了 张义 什么意思 我没有回答他 我没有回答他 而是吹了一声口哨 张总的女儿 还有近百名早就隐匿在码头的警察突然出现 将张义的团队围得水泄不通 张总的女儿看着张义 嫌弃的表情一览无疑 该死的 真不愿意承认你是我同父异母的哥 张义的表情慢慢崩坏 正想逃走 下一秒就被制服 原来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好几次 张义联合张总 每送一批人都能替张总赚不少 他们原以为这个计划万无一失 这一批也不止我一个人 也许传上其他女孩也怀着留学梦吧 张义被抓了 张总和他的团队都被警方一网打尽 他确实是一个惯犯没错 不仅如此 还有许多女的对他死心塌地 林霜就是其中一个 但其他女孩没有林霜这么毒 张义用在林霜身上的手段 是她的常用手法 她经常诱骗那些家境不那么富裕的女留学生 她的富二代人设营造得很成功 给那些女孩编织了许多美丽的梦 诱导她们将自己爸妈的家底 骗得一干二净之后 再将她们用船运走 原本她只是想骗林霜 却没想到有我这么个意外收获 她们原本以为骗我易如反掌 甚至以为我把张总当成了救命稻草 却不曾想 我和张总的计划那么顺利 我早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不是吗 这个道理 我在很小的时候 就从妈妈和妹妹的身上悟到了 张总的女儿是她原配所出 本就对这个私生子和朝三暮四的爹没什么好感 再加上张总和她妈妈已经离婚 平常她妈妈因为张总受了不少委屈 她早就想替妈妈出这口恶气 知道张总造谣她留学被骗 到处用这件事博同情 骗员工之后 更加气愤 于是我和她将计就计 才有了今天这一出 林霜被抓的时候 还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她此刻还没有一点知错的态度 因为你 还有那个男人 都太过于自信了 姐姐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除此之外 我没有做过任何伤害别人的事 你能不能找警方通融通融 放了我 妹妹 法师不可侵犯的边界 可是你举报有功 我听说过的 举报有功的话有奖励的 你能不能救救我 我是你亲妹妹呀 她慌了 中考失利没慌 高考失利没慌 现在慌了 她被警察控制着 双腿瘫软 那你和那个男人谋话的时候 有想过我是你的亲姐姐吗 她愣了一会 你的意思是 你不打算救我了 我要见爸妈 我就不信爸妈会看着我这样 不管我 爸妈不是你想见就见的 你什么意思 你不打算帮我了是吧 她尖叫着 字面意思 呵呵临愿 你根本不配做我的姐姐 你就应该跟那个短命的大伯 一起下地狱 她口不择言 你根本就是大伯的孩子 你在我们家白吃白喝这么多年 你凭什么 我叫你一句亲姐姐 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她说完这些 得意地看着我 她以为我会恼怒 会诧异 可惜我都没有 我早就知道了 我淡淡地说着 什么 团圆饭那天 听到你打电话 我长了个心眼 在你房间里放了一个录音笔 不小心听到你和妈的对话了 我没在搭理疯疯癫癫的她 静止离开了港口 对于我没出国的事情 爸妈一开始是有点诧异的 但都被我用各种各样的理由 搪塞了过去 林霜的事 我只告诉了爸爸 爸爸虽然难眼悲痛 却也说 让林霜被管教管教才好 我一直瞒着妈妈 但妈妈很快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林渊 你说 双儿她怎么不联系我们了 该不会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吧 可能课业重吧 不可能 这丫头再怎么样 都会打电话 找我们要钱话 她不是已经改过自新了吗 说不定能够自给自足了 妈妈没再问下去 但只终究是包不住火 她不知从哪里听来了林霜 已经入狱的消息 当晚 她表情严肃 林渊 听说是你亲手 把你妹妹送进去的 妈的语气带着浓浓的怪罪 她想卖了我 你这不是好好的吗 而且你妹什么也没干 怎么就被判了那么多年 那你就要问问她的好男友了 而且当初她被绑架也是假的 都是她和她男朋友策划好的 只是为了骗我们的钱 妈你为什么能说出你不是还好好的吗 这种话 大的让小的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我以前也是家里的老大 我可没像你这么没良心 而且你和你妹妹有什么仇什么怨 为什么要把人枉死离整 是因为供我读书 没装大棚那件事吗 而且 妈你真的只是因为觉得 大的就应该让小的 才这么偏心吗 我反问 母亲始终坚持着自己 并没有偏心的观点 不过她偏不偏心 对于我来说 已经一点都不重要了 我不会再像高中那样 因为她的三言两语 搭上自己的青春 母亲执意要去探监 探监的那天 我就站在她的旁边 她跟林霜真的一模一样 觉得我为他们做的都是应该的 林霜看见母亲 仿佛看见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妈 妈 我是被冤枉的 我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 即使我真的动了 想要伤害姐姐的念头 最后也没有成功啊 姐姐是唯一的受害人 只要姐姐原谅我 我一定可以出去的 她蓬头垢面 完全看不出一丝以前的模样 唯一不变的是这理所当然的语气 看来短暂的牢狱生活 并没有让她改变 母亲此刻似乎还以为我愿意来陪她探监 是因为我有原谅林霜的念头 殊不知 我只是来看看林霜有多崩溃而已 林渊啊 你妹妹知错了 都关了这么些天了 也受到惩罚了 你这个做姐姐的也不要做得太过分了呀 就算给妈一个面子 原谅你妹妹吧 她在替林霜向我求情 妈 你有什么面子呀 我轻笑 当初帮林霜凑赎金 也只不过是因为卖爸的面子而已 现在想想 我这些年过得都是些什么日子 不好的回忆涌上心头 林渊 你这是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 而且妈 这是我最后给你的机会 我拿出那段录音 是林霜和妈的对话 妈 我跟你说 你和爸一定要记得 跟林渊解除亲属关系 他本身就是大伯的孩子 大伯也真是 死了还留着个脱油瓶的 要不我将来飞黄腾达了 还得分他点 你爸不会同意断绝关系的 你爸跟你大伯本身关系就好 你大伯他残疾 以前他活着的时候 你爸也没少给他 说到这我就不爽 本身家里就不富裕 你爸还偏要供林渊读书 你们都养了林渊这么多年了 还想怎样 大伯死得那么早 我们家把他从小养到大 他欠我们家的可不止这点 到时候我联系我男朋友 一定能骗过爸和他 让他把吃我们家用 我们家的都给我吐出来 到时候再把他骗出国 一切水到渠成 骗 对啊妈 到时候还需要你配合我 我可以拿到不少佣金 到时候我们既没了脱油瓶 还有了一大笔钱 这还不简单 不过你别告诉你爸 是我把你大伯的事告诉你 放心 我怎么会跟爸说这些 母亲听完 瞪大眼看着我 他平日里嘴巴就没把门 被录到一些不该被录到的 不是很正常吗 你这是什么时候录的 那天团圆饭吃完 顺手放在了房间 我淡淡地说着 你早都知道 相处了这么多年 给了妈这么多钱 我想妈会对我有点感情的 没想到 大失所望了 那又怎么样 我们给你一口吃的 已经是人至意尽了 此刻 她还是一副 高高在上的样子 确实 所以我今天才打算 把这个给警方 原本这份录音 早就该给的 也许妈您会因此 犯包避罪 到时候 你们就可以在里面上演 母女情深了 你爸对你这么好 你忍心看着她的家破了 母亲似乎是笃定了 我不会这么做 我爸对我确实很好 我才给了你们这么多次机会 但你们永远也不会变好的 所以我不会再让蛇蝎心肠的 你们接近她了 你凭什么 凭什么这么做 林渊 你这个该死的白眼狼 她历来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甚至想要动手 可惜她忘了这是探视事 动手只会让她最佳一等 她被一旁的预警禁锢 而我死死地盯着林霜 妹妹 你那天不是和我说双生花吗 可惜了 最后湮灭的是你 呵呵 姐姐 我告诉你吧 你知道大伯为什么短命残疾吗 就是因为要养活一大家子啊 我爸妈结婚 给我妈家的彩礼 大部分都是大伯出的 你和大伯一样 劳碌命 你生下来就应该替我们家赚钱 林霜心红灼眼 一副不服输的样子 我静静看着她 缓缓开口 以后 我会是爸唯一的女儿 我将爸签好的离婚协议放在桌上 眼眸如死水一般 你输了 妹妹 她和妈看到离婚协议 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不过晚了 我对他们最后的仁慈 也只不过是看在 他们是爸的亲人的份上 妈第一次用讨好般的语气 对我说话 林院啊 以前都是我们的不对 大家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话不可以好好说呢 你亲爸肯定也不希望你这样 就原谅我们吧 原谅你 道歉的话留着下去 跟我亲爸说吧 之后 我将录音笔交给警方 他们可以在里面 好好演一场母女情深了 亲爸之所以残疾短命 就是因为当初养家干活落下的病根 他养活一大家子度过最难的时光后 年纪轻轻就没了 爸一直心怀愧疚 说亲爸是老天给家里的礼物 所以当初说什么 也要供我把高中念完 爸主着拐杖 站在探视室外等我 我轻轻挽着他 以后我会是爸爸唯一的亲女儿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